但是也沒理由在這裏拍旅遊沙甲阻塞我們的居民出入和巴士 阻塞我們的交通 我們先說回這次的遊行 我們是六峽的八九龍城關注組的成員 我們今天進行這次的遊行是由長龍灣出發 遊行去到九龍城政府合署 希望居民和我們一起去發聲 政府傳達一個清楚清晰的訊息 就是我們九龍城今天是冷靜 六峽迫到我們的社區是非常之不穩 你看看這些旅遊法 這樣為你泊車泊在這裏 今天算是問題的 在深海頭街是可以泊滿這些旅遊法 阻塞我們的交通 我試過自己親身的巴士 去九龍城碼頭的巴士 是真的塞了15分鐘 不是塞 不是塞 塞路區 是在區裏面塞住了 被一些旅遊巴士塞死了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 借助這個遊行 向政府 向當局傳達一個很清楚 很強烈的訊息 就是我們很高雷和我們街坊 對於現況 六峽迫爆我們社區的現況 是極之不如 要求政府立即落實這個 源頭減少淚壓的數目 論得不足 沒有政築 一般跟酒量чи Ged堅